《環球霸王》兩打同時升空 歷史性演習今晚就能戰鬥 M2戰車開訓協同M55S專打普京坦克 短程防空殺手吸血鬼和忽來切 專打俄羅斯的無零機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冷戰情室,我是靈遠山 美軍酷愛打戰,勵兵抹馬,日夜兼程 進入新年沒多久 美軍24架巨大的軍用運輸機同時升空 在南卡州進行了大規模的任務申請演習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數量的C-17從一個基地起飛 演習展示的美軍作戰能力 讓人冷戒大開 C-17飛行員兼演習首席策劃巴利少教表示 這是一次歷史性演習 為的是今晚就能戰鬥 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次任務申請演習整合了美國空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編隊 以查爾斯頓聯合基地的C-17環球霸王衫運輸機為主 他們負責把致命的海馬斯發射器投送到快速滲透地帶 24架C-17首先飛越查爾斯頓港的拉文爾大橋 場面壯觀 隨後他們分散來 操練指揮與控制、導航、戰鬥節奏以及戰火中的後勤 這四項核心能力 在南卡州、肖空軍基地和麥肯泰爾、空軍國民警衛隊基地 派出了20多架F-16戰準 相互爭奪空中優勢 聯合部隊利用快速機動性建立了一個無異的導彈防禦系統 為了更好地定義與擴展、敏捷作戰的概念 空勤人員演練了靈活的威懾和應對 例如在貧直的環境中降落快速完成每個地點的任務 首席策劃巴利少教表示這次演習關注戰備和殺傷力 48小時內讓盡可能多的運輸機升空 以便在敵方大規模兵力的威脅下 美軍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能出發打仗 第一批C-17飛機降落在北卡州的波普陸軍機場 飛行員們在那裡與聯合通訊支援部隊一起工作 建立一個戰術行動中心TOC 一份聲明解釋說 TOC這種指揮結構、通訊安全、位置分散 能防止指揮中斷、具有關鍵決策方面的優勢 同時,特種戰術飛行員登上降落在波普陸軍機場的其他C-17運輸機 飛往附近的荷蘭空頭區,完成了靜態線跳 落地後,他們確保了地質著落的安全 保證後續行動的進行 在北卡州櫻桃國的海軍陸戰隊航空站 C-17機組人員降落後 裝上海馬斯火箭發射器就趕到波普空軍機地 在這裡,他們要練習海馬斯的快速滲透 也叫Hiring 降落在南卡州 波普特海軍陸戰隊航空站的C-17 為美國陸軍的AH-64 阿帕奇直升機進行快速加油 在喬治亞州的亨特陸軍機場 機組人員專注於在火力下提供後勤工作 空勤人員必須利用主要職責之外的技能來完成任務 巴利少教表示 我們正在練習的是一種靈活的威懾和靈活的反應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快速移動 就會讓對手發呆 在練習期間 近60架飛機 包括一架E-3哨兵 和不少KC-135 同溫層加油機同時位於在空中 同步能力訓練 最大限度感提高殺傷力 此外 空軍人員還測試了指揮和控制的C-2設備 該設備能讓空勤人員 在有爭議的環境下都能知道戰鬥的全貌 47運輸機所在的第437空運聯隊 他們的上教指揮官蘭哈福特總結說 這次演習測試了在地理上分散 和通訊受到干擾的情況下 美軍完成作戰任務的能力 白宮宣布捐贈50台M2布拉德利戰車 僅僅兩周 烏棍精銳的第47突擊女 就派出成員開副德國開訓M2 有意思的是 這次47旅不僅是學習用M2打坦克 超級升級後的M55S坦克都上了陣 這兩款配有不約大炮和反坦克武器的系統 正在協同訓練 把就是俄羅斯的坦克 周日一段聲稱描繪第47突擊女士兵在M2內的視頻 在社交媒體上流傳 這些士兵顯然已經抵達美國陸軍在德國的 布拉德利把6人的步兵小組載入戰場 在步兵從車後方下馬之後 戰車負責保護 隨著步兵的推進 布拉德利會利用25毫米的自動加龍炮 和陶式反坦克導彈進行火力支援 美國陸軍升級的數千架ODS版本中 增加了激光測距離和GPS 安裝了標槍反坦克架 提升了反坦克火力 讓M2成為更好的步兵運載工具和反坦克平台 它的火力可以說是第47突擊女士 坦克殺手的導彈部分 47旅坦克殺手團隊的大炮部分 應該是28架經過超級升級M55S坦克 這些是斯洛維尼亞在去年秋天捐贈的 當時他們用這些坦克從德國換來40架運輸車輛 M55S坦克的車體是蘇聯設計的36噸T-55坦克 採用以色列技術改造 配有英國的105毫米L7線塘炮 發射不約標準的彈藥 可以擊中4公里處的敵方坦克 布拉德利戰車上的陶式反坦克導彈 射程有3.5公里 步兵下馬後 能發射最遠3.6公里的標槍導彈 也就是說 第47突擊女的M55S坦克 與布拉德利戰車協同作戰 使用不約的火炮和導彈 可以從3.5公里之外 用三種不同的方式打擊俄軍裝甲 這個比俄羅斯的T-72坦克 用125毫米2A46主炮 發射反坦克爆彈的射程 還要遠900多米 在戰場的優勢是明顯的 這裡介紹一下第47突擊女 這是一支年輕的獨一無二的烏克蘭編隊 成員完全都是自願參軍 沒有認證入伍的 據報導該部隊有不約軍隊的特徵 這就是嚴重依賴軍事 第47突擊女都擁有比其他烏克蘭女 更大比例的不約武器 47女士兵攜打的是美國的M16部槍 和M203榴彈發射器 而大多數烏軍士兵用的是AK-47部槍 至去年年底以來 有一種預測說 烏克蘭人希望源自雜波羅爾地區發動新的南部反攻 從而孤立列伯河左岸的數萬名俄羅斯軍隊 但第47突擊女這種精銳部隊 卻駐紮在烏克蘭東部的哈爾科夫州 這個說明烏克蘭總參已經把防禦的重心不移 自從俄羅斯用伊朗無人機對烏克蘭城市進行大規模襲擊 近程防空系統被提到入程 已知的系統有導彈和火炮兩種類型 導彈包括黃蜂防空系統、復仇者 火炮中有講話人知的有希爾卡和獵炮 現在連美國的吸血鬼和德國的 忽來切這兩種微型火箭系統 都準備進入烏克蘭打擊無人機 他們不只效果好而且還不貴 前幾天美國國防部為烏軍訂購了 14套被稱為無人機殺手的吸血鬼 總金額為4000萬美元 製造公司L3哈里斯技術公司 將在美國政府提供的車輛上 安裝吸血鬼系統 在今年夏天準備好4套 其餘的10套將在年底交付 1月5日德國國防部正式宣布 20套能夠使用APKWS導彈 擊中空中目標的綜合體 已經進入下一個軍援包 它記名字叫皮卡車和70毫米的火箭發射器 這種武器在德國的製造商沒有被透露 但眾所周知它是阿諾德防務公司 各公司使用APKWS導彈的佛來切系統 在2020年就已經進入德國聯邦國防軍服役 吸血鬼是使用小型70毫米火箭摧毀無人機 包括一個四孔的導彈發射器 和L3哈里斯的目標指示器 目標指示器負責檢測和瞄準導彈 結合了電視和已成像技術 都使用了激光照明系統和激光測距移 是一種全新的武器 吸血鬼已經完成了測試 烏克蘭收到這批算是原型機 並成為第一個運行吸血鬼系統的國家 弗來切系統是德國版的吸血鬼 可以安裝在大多數貨車上 最好在皮卡車上 只是德國開發的較早 2020年8月就交付了給德軍 因為是德語的信息 就沒有這麼說為人知 從公開消息中得知 弗來切系統去年11月進行了額外測試 能夠打擊奧蘭10和紐葉刀這兩種俄羅斯無人機 而且展示了100%的效率 只需5枚導彈即可摧毀5個目標 APKWS火箭是GR-20先進精確殺傷武器系統 用的是九頭蛇70非制度航空火箭 加上了激光制度套件 就成了精確彈藥 這種火箭採用半主動分布式孔徑激光制度 在發射期間啟動制度系統 發射前無需瞄準 非接觸式雷管可有效攔截無人機 九頭蛇70長1米直徑70毫米 重量6.2公斤 速度每秒739米 從地面發射時可以有效擊中最遠4公里的目標 這種微型火箭的成本約為3000美元 相比之下歐洲燕飛彈需要3萬美元 刺針飛彈都在6至12萬美元 而見證者136無人機成本僅為5萬美元 顯然吸血鬼和佛來切打無人機的性價比很好 在烏克蘭 這兩款武器將用於輕型機動防空群 在視覺上識別和摧毀敵方無人機 如果它們擴大視野 吸血鬼和佛來切 總能對敵方地面目標造成傷害 可以成功摧毀BMP或裝甲運兵車 俄君豪溝陣地就更不用說了 而且這種火箭的供應量都是非常大 價格不高 打起來都沒那麼心痛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希望大家訂閱、點讚、轉發這個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 為了